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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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带着被敌人咬掉一截的食指和身上24处伤疤 默默回到了老家四川一个偏远乡村 直到33年后的1984年 这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战斗英雄 才被找到 我做演员也几十年了 演过的角色很多 我也很有英雄情节 像柴云镇这样的抗美援朝战士 他们为什么战斗 他们为什么牺牲 因为家国就在身后 他们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 他们要守住的 是祖国的防线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个叫柴云镇的老人 去世了 享年九十三岁 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 就是这个柴云镇 他用美军仪器的武器弹药 击毙击伤了二百多美军 战后 他荣获了一级战斗英雄 和特等功臣的称号 柴云镇因伤重被送到了后方 从此 他和部队失去了联系 于是 这两枚军功杖 在十五军军部当案实里 锁了三十多年 十五军 也找了柴云镇 三十多年 在祖国的西南边陲 在一个地图上 无法找到的小小村落 商与出院的柴云镇 回到了家乡 开始了一个 普通农民的生活 每当乡亲们 向他问起他的战斗经历 他总是回答 我就是一个病 没啥好说的 这是个令人怦然心动的谜团 这谜团的后面 一定是藏着一个动人的传说 它就像是大山深处的宝石 当尘封的泥土波露 就会折射出璀璨的光芒 我们的英雄已不再年轻 周温已悄悄地爬上了他的千额 他的腰瓣已不再挺拔 双眼已变得浑浊 直到一个清晨 萦绕人们心中的谜团 终于解脱 一队 从北京来的解放军战士 向他致以庄重的军力 报告一等功臣 一级战斗英雄柴云镇同志 奉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命令 请您到北京做客 深山藏蒙蒙 大则启龙蛇 英雄归来兮 天惊石破呀 在共和国的首都北京 在华灯初上的时刻 国防部长秦机卫上将 在家门口 亲自迎接了这位 迟到了三十多年的贵客 报告 十五军警卫连七班班长 柴云镇奉命来到 一声报告 听你相信一声惊雷啊 一声报告 献出岛海泛江的气托 一声报告 自有降龙腐虎的威风 一声报告 还原了钢铁战士的 英雄奔赏 将军和士兵抱在了一起 将军和士兵的手 将军和士兵的手 紧紧相握 我的好同志啊 我可找到你了 这清空酒 已经吃了三十多年了 今天晚上 按部队传通 效忠车厦 该用大碗喝酒 这一碗 他们喝了 很久很久 清宫的酒 把三十多年的时空 压缩 当将军 把两枚军工杖 收给士兵的时候 士兵的脸上 露出了孩子般的羞 老军长 这军工杖我不能要 我没有佩戴的资格 那一张打得太惨烈了 我们的阵地 每秒钟都要承受 六颗炮弹 可我的战友们 宁死不对 他们通忘了此刀 打折了枪托 最后他们 都倒在了战地上 只有我一个人 看到了胜利的时刻 我战云阵 只是一本黄毒 而我的战友们 却是军山维俄 那一万将军和士兵斗碎 那一万将军和士兵斗碎 而我 水梦中的他们 看到了飞舞的战旗 水梦中的他们 听到了 听到了 兴装的 展哥 他们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 共同经历 大阅兵的 汇皇时刻 无数的 年轻的战友们 排着 整齐的队列 威武形状 再向祖国报道 向人民报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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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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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国泰民安 山河无恙 没想到我是英雄 我也没想到他寻找我 就是那种想法 我那种是生产为主 少跟回家找些麻烦 增加一些负担 那么还是国人有双手 凭自己身体有劳动 一把汤儿我搓得住 我就不靠谱一家 就是那种想法 哦 哎呀嘞 哦 哎呀嘞 我们贴近彼此的胸怀 那天你来 度着花开 爱成了一道高山脉 哪怕留进最后一滴血 哦 也绝不把手松开 哦 哎呀嘞 哎呀嘞 recommendations 人家 二兄 政府 有 罰 拍照 她 感谢观看